每天訓練之後沒有什麼提高的時候 在比賽中遇到困難 可能就有一些想放棄的念頭 但是最後還是堅持下來了 在小的時候大概四歲到五歲 所以就跟別的小朋友一起去動物園 感覺還比較喜歡小動物 剛好有熊,之後就摸了它一下就被咬了 從小的信念就是我想拿到奧運會的單打冠軍 算是進步比較快 之後大概一年的時候就能參加一些比賽 最後進入了國家隊之後參加國際比賽、世錦賽之後奧運會 可能以後拿冠軍的次數會越來越少 但是我希望在自己能打的時候 在在意的時候要多去打,多打出更好的成績 去推廣,多打出更多的信念 看起來好像是別人 在一起我旅行的時候 我不會贏